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以声音紧紧卡卡的 有时候可能会亲喉咙会咳嗽 我想大家还是多包含一下 但是并不影响郑老师的解盘的水准 跟选顾的水准 我想都是持续的高水准的演出 选顾大盘 今天中场 涨五十一点 收在10851 再度收在最高点 这个位置离一万千点 只剩大概不到150点 所以我记得一个多月以前 我的看法就是 当贸易战有机会高一个段落 这个行情当初怎么样从一万一千多点 跌下来 最后就会涨回去 那时候连年限都还没过 但我的看法始终如此 到今天一万零 851点 我想市场 大概都已经认同说 这个行情即将重回到万亿的水准 那看法其实很简单 就是贸易战 它会获得一个解决 联总会 去年是紧缩 今年 开始变为宽松 所以 钱开始放出来 资金没有地方去 所以再度重演所谓的资金行情 再搭配一些新的应用 最大的story当然就是5G 那基本面配合资金面 把推波出来 所以你看废半指数已经创了新高 NASDA 道琼 S&P 都逼近历史的新高 所以台股我认为其实不只是它上万一 去年的一万一千两百七十点 我认为都应该要突破 所以 这个多头它非常的凝聚 重点就是 你要怎么把握机会 去抓到最容易赚钱 可以赚最多钱的机会 而这些机会就是 你要怎么样调到最强势的股票 那 当然大家 行业各不相同 也不见得有 这么多的专业知识 或者这么多时间 去深入做一些股票的研究 所以我的工作就是 坐在这个位置 跟大家分享 我所看到的趋势 好股票 好工资 而在一个多头的架构里面 当一些好的产业 好的趋势 它进入一个主身段的时候 它常常涨的可能是两三倍 那种主身段是非常非常好赚 是真的可以发大财 那 所以我就说 我们要把资金集中在最强势的股票 一波一波的做 一波一波的转 三成三成的转 一百万转三成 变成一百三十万 三个三成 你就可以变成翻一倍 变两百万 现阶段 有非常多的这种机会 所以你不会选股 你至少要锁定张老师的节目 看看张老师选什么股票给你 好 比如说伊华店 上周二 放下钱 回盘涨 4.9% 收到149的最高点 原本我预期 那天礼拜二 礼拜三 就放下钱的 最后一天 应该 这个态势就是准备要挑战 这个156.5元的高点 那天收到这边 应该准备要挑战金刚 结果隔天 本来应该要大涨 反而大敌 为什么 因为南茂 突然说 他申报长量 九千一百张 原本公告的内容是说 他要利用 半年的时间 在市场里面慢慢卖 所以 大股都卖股票 市场 视为利空 股票 就跌下来 所以基本面是 营收 创新高 COF要涨价15% 原本应该大涨 反而因为申报长让利空打下来 所以我就说该涨反跌 必将 报复性的反弹 所以趁着打下来 大减平 强力买进 反应一天之后 礼拜一 回稳 看法没有变 必有报复性反弹 今天开始转家 近代V型反转 而且我认为 V型反转 可能很快就会来 因为所有的事情都没有改变 只有筹码面发生了变化 但筹码面在前两天 看起来是利空 因为南茂要卖9100张 但是呢 他原本说公告是半年要卖 就一天之内 他就转给元大的信托公司 谁接手因为不用公告 所以不知道背后是谁 但是短短一天之内 本来说半年 就一天之内就转给信托公司 信托公司呢 马上公告 9100张 要恰特定人 接手 聚合转场 就昨天 我们就看到外资在盘后 买超了7552张 7552张 也就是说原本南茂预期要卖半年的筹码 事情有非常非常大的变化 可能突然间有人愿意整笔接手 这原本说要卖半年 就一天 他就卖掉了 就卖掉了 接手的信托公司 原本预计两个月之 一个多月之内要处分 结果呢 又再度一天 法人抢的接手 外资又减走 又减走 所以这个都是有道理 因为 他基本面就像去年的被动人间一样 现阶段他在一个强力上升的趋势 因为 总事长 黄董事长就说 现阶段COF的基板 他用 很夸张三个字来形容 现在的缺货 他拿去年的被动人间做类比 他说现在非常的缺 在第一句 客户 主动加价 希望多拿一点 所以 十月营收创高 十一月创高 十二月创高 一月份创高 二月份农历年 只衰退了8% 因为客户 拜托 给我多一点 所以二月份工作天数少 营收只掉8% 三月份营收 再重新搞 所以人家第一季工作天数 不少 又是淡季 营收通常不好 他不但营收创高 而且第一季维持 跟第四季维持一个营收 即增 成长的一个状态 那因为现在非常的缺 所以客户主动加价 所以公司说第二季 预计要涨大概15% 所以大概四月就第二季 我看就准备要涨价 那我也解释说 COF的应用 在于窄边框的手机 窄边框的荧幕 窄边框的电视 显然是一个主流叙事 它其实占成本并不高 占成本比重不高 一个手机窄边框的新的手机 动辄三万多块 那个成本很有限 但缺一不可 你如果没有的话 你手机就卖不掉 出不来 根本不用卖 所以我今天要推一个新的手机 Samsung也好 华为也好 Apple也好 我要用窄边框的手机 我预计也要卖3000万台 5000万台 我如果零五件不够 我再收欢迎就没有用 这个东西占成本比重又低 给你涨个15 20% 30% 其实那个都不是问题 它变成那种战略物资 一定要抢到到 宁愿加价都不能缺货 所以第二季可以涨15% 集邦科技研究机构预估下半年 COF的基板 缺口上半年还不大 第二季要涨15% 缺口其实只有一点点 但是老板已经说缺的很夸张 下半年预期缺口 会扩大到超过7% 这个就是很大的缺口 下半年看起来涨的会更凶 所以四月涨15% 下半年缺口更恶化 上下7% 所以其实你不要想说 这边已经涨很多了 我认为这个都只是 前面的热身阶段而已 后面真正那一个主身段 就像去年变动一件股 从上半年涨到下半年的那种 大波段的浪金根本还没启动 所以真的大浪金还在下面 还在后面 所以这一波从12到156.5最多赚四成 拉回大概都还有三成 换个两个礼拜 南冒的尺骨被法人捡走 从往面的利空 反倒变成了从往面的利度 因为大股东的卖压被法人都接走 那法人看好接手之后会不会继续买 当然会继续买 所以当后面基本面持续发酵 涨价的讯息一旦释放出来的时候 我认为就是准备要V型翻转的时候 所以这股票不只是赚了三四成 后面可能可以再赚 maybe一两个超过三成的获利 所以这股票是赚永世今年非常看好的标题 那再来 5G当然是今年最重要的 最大的主流产品 那目前受惠的第一棒非常整齐的 或整体云收整个拉起来的就是散热 4月2号礼拜二 泰塑连拉两根涨成大 4月份的全新精品股 礼拜三穿清高 收小涨 礼拜一放假回来 再拉涨成满48.15元 4天之内三根涨成满 再创48.15的新高 非常非常强势 今天早盘创高 盘中盘黑 尾盘拉起来 几乎收在最高点46.95元的附近 收在49.6元 收盘下也是新高了 所以连续5天 有三根涨成板 连续5天连涨5天连续创下波段的新高 所以这种强势股一买就连赚5天 而且从39块买进 到今天高点49.65元 收盘下差不多 大赚了10块65 高达27.3% 所以可以说已经非常非常逼近了三成的获利 明天只要再涨一点点 三人获利就再度收盗起来 所以从过年完2月份到3月份到4月份 我们一档一档三人获利一直在公开解盘公开操作表演给大家看 所以我要让大家了解的是 与其把资金分散在很多的标的 然后也不懂得怎么操作 买卖点也不会抓 真的涨了你也不懂得要卖 因为常常是可能十档股票 五档涨五档跌 整个户头的钱总是不会有增加 上去了不懂得卖 买下去的全部都讨厌 这是我长期跟投资朋友接触的 大家最大的通病就是拉拉杂杂买一堆 黑尾探紧 但是如果说你在一个礼拜之前 你没有多久 上礼拜一 把你的maybe比如说300万的稍作资金 通通跟着我压一档 太错 到礼拜一涨停 礼拜二涨停 礼拜三创高 礼拜一又涨 今天又再度创新高 短短五天的时间就已经赚了27% 27%的意思是 如果你买300万 买一档股票太错不过分 不是什么太大的难事 有谁要让我打 到今天就已经赚了接近90万 300万赚了接近90万 一个礼拜的时间 这绝对比你操作一整年 然后买一堆股票的计划好了相当多 所以现阶段就是要中央 买最强势的趋势股 最强势的业绩股 什么叫最强势的业绩股 三月营收月增81%果然创历史新高 上次没有跟你乱讲 我就说极有可能领先同业就先创新高 他果然创新高 四月份呢 记忆台订单 三月份小拉 四月份开始陆续要做 所以第二季四月份的业绩 会来得更好 而且手机的散热管 订单也陆续都进来 而且据说有三宋的订单 大陆有基地台 韩国有一线手机厂的散热订单 所以两个动能非常厉害 所以我就说 散热呢是5G的领先的主流 这样是这一波段的非常重要的主流股 所以买5天5天强势的 涨停涨停创高涨停再创新高 5天赚了27% 看起来明天就可以达成三种货币 所以行情看起来就是要过高 但不代表什么股票都会过高 所以现阶段你要做的就是跟着郑老师 把资金集中起来 重压这种业绩最强势最突出的股票 一口气涨上去三成四成五成 赚个两三趟下来 那你是不是曾经梦想过说 要把自己的钱翻倍 再翻倍 那现阶段就是有最好的机会 那这个机会你自己要把握 我相信我的选股 非常有眼光的 非常有水准 跟着我操作这些股票 都是真的业绩最强势的股票 你买的也安心 赚的也开心 我不会带你买一些阿里不大的股票 那另外资金比较大的 投资朋友 喜欢比较做高加股的 那我们还有一档非常重要的股票 3293的形象 以前我都 戏称大概叫大象 大象 肩盘中最高229.5 涨大概三四趴 创新高 这又是一档大波段的股票 三年前我们从110操作到322块 那这一次 它的格局可能比三年前那一段 格局要更大 股价已经非常批进高点 整理了一个月 两天上来 就快要批进高点 一二月份 EPS就高达3.14 3.14 一二月份就赚了3块多 那 昨天公布三月份营收3.59亿 创历史的新高 创历史新高 所以算一算 我大概估算 第一季的获利上看 大概5块钱 第一季5块钱 这个获利水準 应该是单季的历史新高 那通常第一季是它全年最低 二三一路往上 第四季会淡一点 但是还是会抢第一季 所以今年呢 三大动能包含手游 据我了解 新的手游 三国的游戏 四月份就这个月 应该已经授权给大陆 最后有比全力型的收入 陆续5月6月都有新的游戏要赏 这是一个强大动能 在博弈的软体 就是赌场的机台的软体 这个非常好赚 毛利率非常高 至少八成以上 那三个机台就是大型的 偷什么 一到三十块钱那种 五十块钱那种电网 这个 他现在生意也非常好 所以三大动能今年都强力成长 强力成长 那第一季是最低 引运足迹向上 所以我抓了一下 今年EPS大概20到20块钱左右 不只是要创新高 而且是要大幅度创新高 因为第一季的获利如果五块钱 大概是跑不掉 就已经创历史新高了 又是今年最低的 足迹成长 所以今年要赚个20到22块的话 这个今年是大爆发 三年前的高点是322块 获利如果没有记错 应该大概是12块13块 那今年可以多大概10块钱 所以股价将是一个大波段的股票 未来可能是上涨超过百元的格局 所以三年前你跟我赚过星象的朋友 这一波 这个又是一次的机会 有兴趣的 欢迎大家一起来 欢迎大家一起来 那最好的操作 现在其实就是要中压 看是要中压星象 中压易华电 或者中压态数 党党都可以让你打算钱 所以中压单股 中压单股 我们昨天反应非常的热烈 因为提供大家一个体验一个月的活动 反应非常热烈 因为大家都眼见为凭 知道最近郑老师的绩效是非常非常的劲爆 所以我们今天再追加一天 再追加一天 中压单股 体验一个月的活动 再追加一天 就到今天 就到今天 只要来电 你就可以来体验郑老师中压单股 体验一个月的活动 让你好好感受一下说 把资金集中 跟老师中压 这种真的业金 人间度最强最强的公司 等它进入主身段 可以三五成 七八成的这样赚的时候 那种赚钱的喜悦感 让你真的体验看看 中压单股 体验一个月的活动 仅限今天最后一天 来电才有 体验一个月中压单股 自己把握机会灯回来 再聊夹股票 好 欢迎回到现场 那 郑老师今天的喉咙比较吃力 但是我还是尽量把我想讲的事情 把它表达清楚一点 所以大家就是 可能要听专心一点 那如果清喉咙的话 请大家多包涵 好 那每年呢 都会有一些新的趋势 造就新的主流 其实每年要发大财 就是要掌握一些新的趋势 新的主流 这是一个不变的道理 所以今天除了5G之外 还有一个东西要非常注意 就是未来 显示器的萤幕 可能会产生巨大的变化 那现在Apple 非常有可能 应该是非常可靠的 将要推出 用mini LED 当背光源的 新的一个显示器 那这将会造就一档股票 金电的部分 今天涨4% 最高29.75元 创短线新高 它是一档低基期 但是是一档新的趋势股 所以这个就非常有意思 非常有意思 因为应该非常可靠 就是Apple 已经快要推出 mini LED用的 第一个是独立显示器 那当然这是高阶的 可能光这个显示器 会很贵 那未来呢 会用到就是iPad 跟MacBook 都会用 都会用 那目前据了解 金电将会成为主要的工商之一 那重点是它的股价整理很久 机器很低 没有什么太大的风险 而当未来这成为新主流的时候呢 它的爆发力将会整个显示出来 所以它是低基期 低位阶 但是高爆发力的新趋势股 哇这个就非常有意思 所以这个也是新的布局 新的布局 那另外 泰塑之外 那很多朋友在问泰塑 我就说我的统一的口径就是说 我们不要追嘛 等待他拉回再嘛 会不会拉回我也不敢保证 很有可能最强势的股票 就是一路涨 每天涨 天天涨 一路涨 涨个三成五成七成八成 一倍都有可能 他未必没有回党的机会 但是成本不一样 那个承受震荡压力不同 所以我不建议大家去追考 所以 与其追泰塑不论买 泰塑第二 今天创短高拉回 但是涨幅没有泰塑大 泰塑拿下中心的5G订单 他是拿下华为的5G订单 5G订单的订单 紧接中心之后准备拉货 法人强力吃货3万兆 三个股是最强主流 泰塑先拉出去 再来泰塑第二 后面 绝对有精彩好戏 所以郑老师帮大家准备的股票 是一档比一档强势 每一档都可以让你集中资金重压 所以欢迎大家来体验郑老师的中压单股 昨天反应非常热热 电话非常多了 所以今天我们再追加一天 中压单股体验一个月的活动 追加今天 仅限今天最后一天 来电就可以体验中压单股 体验一个月的机会 这是最好机会 帮大家整理持股 集中持股 中压最强势的股票 一个月之内我们一起来发大财 中压单股体验一个月 仅限今日来电才有 好好把握机会 祝大家收拾顺利明天再见